与天狐族一样 班山元族啊 也是十八荒族之一 身赴远古八位真灵王之一的 山月巨猿的血脉 只是经过代代传承 一身神通早已远不及先祖了 虽然他们仍有班山填海等造化神功 但是因为血脉日趋淡薄 在十八荒族当中的地位啊 也是变得越发靠后起来 已经沦为垫底的存在 至于班山元族的模样 看起来倒和庆元有几分相似 只是他们的体型小了许多 浑身皮毛呈现青黑之色 肩头处都生有一块外凸的肌骨 模样不似庆元那般凶恶 眼中有淡金的光泽 看起来颇为神异 其中为首的是一个身形 已经有些勾搂 身上穿着一条白色长袍的圆族老者 其面容之上布满皱纹 双眼上挂着两条极长的白色眉毛 看起来一副老太隆中 行将就木的样子 天狐族和他们分裂在广场两边 敬畏分明 看起来似乎彼此关系并不亲近 韩丽和小白尚未走近 柳乐儿就发现了他们 脸上洋溢起笑容 就欲朝这边走过来 结果还没动身呢 就被柳青低声地呵斥 今日大会姿势体大 不要胡来 柳乐儿只好吐了吐舌头 幸幸然站在了原地 韩丽朝着柳乐儿笑着点点头 在周围众人疑惑的目光中 带着皮羞小白 神色自若地走到了广场前端 一旁的班山园族中 有一名体格明显逊色族人许多 只有成人一半身高 浑身毛发也与众不同 为雪白之色的家伙 像是被韩丽两人吸引 满脸好奇地打量着这边 小白被他看得很是不悦 冲他呲牙咧嘴 做出恐吓的样子 结果呢 那个家伙竟然颇为胆小 被小白这么一下唬 就躲进了身旁一名 高大族人的身侧 小白见子觉得有些好笑 脸上的神情也就松弛下来 这时候那小白猿 又从族人身旁探过身子 朝着这边啊张望着 咧嘴笑了起来 柳青忽然主动开口 寒道有 虽然王上特讯你 前往八荒山观礼 但今日毕竟是我们蛮荒 中族的一件亘古少有的大事 有些事情还是需要提前 知会你一生的 韩丽赶紧说道 前辈请讲 愿闻其想 柳青迟疑了一会儿 一会儿山顶上会有撞天钟鸣响 蛮荒重族便会分别八荒山四周 八条远古登山道一同登山 想要登临山顶并不容易 山道上有远古八王设置的禁制 对一切生灵 皆有压制作用 即便是血肉强横的蛮荒异兽 也未必能抵挡得住 所以我劝你 量力而行 莫要逞强啊 韩丽点点头说道 多谢前辈提醒 我记下了 说吧 他的目光又在柳乐儿和小白身上 各自看了一眼 他们二人 均不以体魄建场 一会儿登山之时 岂不是要吃大亏 柳青说道 不用担心他们 但凡体内蕴含有远古八王血脉的后裔 越是血脉之力浓厚 越是不用担心压制 相比其他人 他们攀登起来只会更加轻松 韩丽听吧 这才心神一松 放下心来 他仰头朝着身前的 巍峨山峰望去 只见整座山峰都笼罩在一层 暗红色的光芒之下 一条开凿在山体之上的石阶古道 宽达千丈 如同一架巨大的天梯 近乎笔直地树立在身前 心神也不禁有几分激荡 就在这个时候 山顶之上三声红亮的 钟鸣之声响起 一层层肉眼可见的虚空涟漪 从山顶激荡开来 朝四面八方一卷而开 韩丽见此心中微微一动 这股涟漪当中啊 好似蕴含着一种十分独特的波动 当其从头顶荡漾开始 令他觉得自己体内的真灵血脉 好似被唤醒了似的 不用他催动 就自行在体内各处游走起来 他定了定神之后 在一看周遭众人 一个个身上气息大涨 似乎都受到了一股神秘力量的指引 周身之上都溢出了淡淡的 粉红色的雾气来 遥远的虚空中 忽然传来了一阵悠长而低沉的耗子声 紧接着便有阵阵苍凉的声音传来 那声音听起来忽远忽近 令人琢磨不透 韩丽宁神细听之时 发现那声音只有语调 没有具体的词句 故而听不出到底有何意义 但只要听其入耳 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这么非是蛮黄众族的远古战歌 韩丽正惊一间 就发现四周的声音 竟然越来越大了起来 他扭头望向身旁的小白 发现小白竟然在喉咙间 响起阵阵低吟之声 见他看向自己 小白以心神联系传音给韩丽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听到那苍凉声调 忍不住的就跟着吟唱起来 韩丽只是点点头 就带着小白开始登山 当他真正第一步 踏上山到石阶上的时候 立马感到一股难以言喻的力量 从四面八方笼罩过来 脚下的步伐随之变得有些沉重起来 只是这种沉重之感 并非是从外界轻扎下来 倒像是整座八荒山 都变成了一块磁铁 从其内生出阵阵吸引之力 将所有攀登之人 都牢牢地吸附在了其上 不过这种程度的力量 对韩丽来说并不算太强 行走基本无碍 而天狐一族和班山园一族众人 也都行走无鱼 攀登的速度并不算慢 很快就已经上到了百余级 韩丽和小白的速度呢 与天狐族人基本相当 回身下望之时 却见山下广场上 仍然有数千人 站在广场原地没有登山 韩丽传音给柳乐尔问道 乐尔 为何他们那些人要留在山下呢 柳乐尔很快地回答 他们不在千百部落名额之内 因为是十八荒族的附属部落 才有资格留在山下 更多的部落只能留在镇荒城内 连圣山都不能靠近 哦 看来能够参加血丝大会 的确是一件颇为荣耀的事情啊 柳乐尔回答说 的确如此 能够上山的千百部落 或多或少 身上都有点远古巴王的血脉遗存 因而才被允许登山 所以 王上能特许你陪同小白上山 连组长都觉得十分意外呢 韩丽伟严眉头微微一挑 没有再说什么 傅佑登上了数百级石阶之后 地面石台上开始出现了 道道远古符文 登山众人 每一次落脚之时便如线泥沼 落脚容易 抬脚难 以至于许多人的姿势都有些古怪 除了天湖族和班山原族的本族之人 还能依旧保持原来的速度 其余跟随的部落 登山的速度就开始慢了下来 石阶上的阵线开始拉得越来越长起来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